欢迎高地站开用了后这载开流是渐渐尖格 但是今年交通报三点都来检查欢迎高地站的办事 这是让欢迎人吃不饭 经过电影的政策 欢迎高地站一定在十月初三开始 每天整个十个办事来呼含入客诉求 因为老建国也好友大家 要投利用高地在变利的交通货部 再去利用政家才能继续政家办事 欢迎高地站开用后大大提升欢迎对外交通便利 但是高通报在举年减少欢迎站的办事 降举欢迎高地的方便性 这个事情在地方国家的政策下 高通报和高地公司同意同意 从十月三后开始 欢迎高地站每天整个十个办事 因为今年有去减少的办事 一直不跟着回合 经过我们从今年一直到现在的努力 总是高通报国家国家公司 有政策的公文来跟我们担扶 对今年的九月策略开始买预售票 就是定于十月策三 政策了可以政家一星期 够七万左右 我最近跟高通报协定有三万 所以说起来定于是够十万 这项国家政家办事的好消息 让现在这国家的民众很高兴 地平民庄业认为婚姻人将于政策一口气 我感觉每天去到各地站 我们看到都这么多人 所以婚姻人是很厉害 那委员知道减班后就一直努力 现在回合这些办事 外界当然当作是政办 但是只是回合这些办事 我感觉这是委员 登记区与高通报与各地局在政策的时候 待会我们的婚姻人 可以说还带我们政策一口气 这是婚姻人 一直在欢喜的 不过理会老建国也会的民众 金毛哪儿可以 要多多利用国家 增加新客量 这样才能继续政策 更多的办事 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国家座的婚姻 在地的乡亲也好 村外的乡亲也好 我们多多来修用 这个国家的这个办事 让我们的这个政策量 可以增加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感觉 是要比家里的政策更少 但是张网到妙子夹起来 没有我们的座 总是我们还要有很大 像代表所说的 这个努力的空间 婚姻国家座 十月三号开始 所增加的办事 早上伯姻的有七班 路南的有三班 终究十月办出 记者以名为 插方报道